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2月 22日 已經是星期五 最近 很多那些基層市民 茶餐廳老闆 當然茶餐廳老闆應該就不算基層市民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賺到錢的 做得越久 通常都是可以養妻婚姨 生活也不錯 很多那些應該說 正確來說是藍絲 其實以前怎樣界定為藍絲 實際上香港最多的不是藍絲 而是港豬 他們就主要告訴你 我不懂政治 你不要煩我 我只是想好好過日子 我只是想賺錢而已 總之你不要妨礙我賺錢 甚麼都無所謂 實際上 他們就被歸納為藍絲 或者港豬 這種人其實香港是佔最多的 有多少度呢 大約 現在有600萬左右 為甚麼這麼說呢 因為外國外港人數只有120萬左右 193,000 這些是真真正正的外國外港的 當然你告訴你 現在我們要打台灣 你當兵啦 通常會有100萬 不會理會你 剩下的那些 有很多人說 我們來 但實際上就馬上跑掉了 第一時間移民 在英國 或者其他地方 真真正正的響應的 其實我想是少於3000人 因為香港有三萬警察 三萬警察都上了才說 那些東西 我們也 不要深入研究 我們今天要研究一個課題就是 現在 很多那些藍絲 開始懷念黑暴了 為甚麼 的士佬 是最明顯的 的士佬 我們接下來會開個專題 分析 的士排價有機會跌到 200多萬 會跌穿300萬 另外一節 這節就是講一下 很多的士司機的話 每天都說黑暴左街 現在沒有黑暴 但是街 一點客人都沒有 我寧願 有黑暴 起碼有生意做 不是只是的士佬 做飲食的 做零售的 又或者 是外面很多種不同行業 他們才感受到 我 寧願要黑暴 好 為甚麼 2019年 當時外面還是 每天都有示威 每天都有催淚彈 但是 當一個區沒有催淚彈的時候 那裏的餐廳是爆滿的 旺角 吃火鍋 放題那些店鋪 全部要排隊 我想問一下現在香港的朋友 大家 還有沒有看到要排隊的放題 打火鍋 飲食那些 酒店自助餐 每天都爆滿的 每天都要提前預約的 你去walk in 通常都沒得吃 好了 現在 可不可以網友留言告訴我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自助餐要不要排隊呢 放題 要不要排隊呢 以前壽司囊的人說要排隊很久 現在壽司囊要不要排隊呢 餐廳 一到晚上 到了8點鐘 大部分的桌子都不滿 8點鐘 到了旺角 尖沙咀 銅鑼灣 8點鐘 那些人開始疏 不是沒有人的 8點鐘一定有人 但是開始疏落 10點半 蘇格門口幾乎只剩下幾個人 以前不是的嘛 以前10點半還是很多人 整個街都是人 現在到了10點半 到了旺角 尖沙咀銅鑼灣 感覺都好像凌晨 兩點 凌晨兩點真的開始疏落 只剩下幾個人 現在的情況 他說在香港那麼多年 從來沒見過 昨天我跟一個朋友聊過 也不怕被人通緝 不怕我通緝犯的身份 繼續說 他說香港真的很差 因為 他說現在經濟 比沙士還差 我們一直都以沙士來形容香港 環境很惡劣 但是 現在他說 差過沙士 因為沙士也還有人出去買東西 吃飯 生活必須還有 其實你只看到759發營警 跌了99%的利潤 你就知道多嚴重了 是不是 759已經算是賣民生東西了 是不是 當然有部分的 賣高級的日本零食也有 但是 現在 現在 很多人發了上大陸消費 令到 日本乘759這些生意也沒有了 然後排檔 女人街的排檔 有四成不開 500多個檔 有兩百多檔不開檔 根本就沒有了 有一個 網友向我們反映 他媽媽 是擁有小販牌 一直都保持著排檔 想著有人租 這兩年來 最初都在等 租不出去 他說接下來的排檔到期 沒有人租 自己是開檔 賺不到錢 以前 其實小販牌租出去的 大部分經營的人都不是本身的小販 小販 他們租了排檔之後 他要在 他要偶爾出來 當然 有人通知他 會看通水 什麼時候有人來查牌 那麼你就下去坐吧 又或者 他很多時候都是 在附近住的街坊 那麼 偶爾就下去坐一下 基本上都 相安無事 現在他說 很多人表示 接下來要退回牌給政府 不玩了 無法玩 賺不到錢 小販牌 賺不到錢 的士沒有生意 的士排駕倒得很糟糕 餐廳每一間都在吊鹽水 因為晚上是主要的收入來源 吊鹽水 還可以生存 吊鹽水的東西 還可以生存 不用死 接下來 3月份 會有大量的舖位放出來 是倒閉 是急舖的 因為 真正的災難 是農曆新年之後 3月份 最淡的季節 很多人都說 香港 為甚麼真的那麼差呢 股市差不過沙士 但是 比起黑暴 19年來說 現在那些人開始懷念 為甚麼 因為那時候 你回想一下 恆生指數是多少點 我給大家看圖表 2019年 7月份 6月612之後 6月24日的恆生指數 是28,513點 好了 之後衝過上去 28,300多 然後 一直以來都是站在28,000點 直到 19年的8月份開始 開始跌了 7月20日 還有28,594點 7月1之後開始大跌 跌到 多少呢 跌到25,900多 是8月9日 那十多天 是跌了差不多2000多點 25,900 跌了2000多點 最低位 是25,700多 25,200多是8月13日 做出的時間 然後 然後開始反彈了 8月13日 2019年的8月13日 是281點 然後 開始反彈上去 到了10月份 11月 有27,000天 即是上升到1000點 然後 29,000 是1月17日 是2020年的1月17日 當時 大陸是剛剛有少少武漢肺炎爆發 但是還沒有封城 香港人不知道 當時 說黑暴很嚴重 當時有29,056點 今天收市是16,300多點 差了13,000點 13,000點 好了 跌了不夠一半 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要懷念黑暴呢 有沒有需要懷念黑暴呢 現在炒高票的人很懷念 他說我覺得19年沒有問題 為什麼 19年雖然你說日日暴動 沒有人去金譜搶劫 沒有人借一些以謀財害命 全世界的投資者對香港充滿信心 包括香港的發展商 積極買地 大家想一下 在黑暴的日子 發展商對香港還是充滿信心 積極投地 當時香港市民買樓也積極 為什麼 因為日日暴動 但是對於我們生活其實影響不大 我們的生命沒有受威脅 因為黑暴 他們只是 威脅到那些抗議者的生命 是他們被警察打到頭殼血流 一般市民沒有人被警察打的 當然 兩父子逛街 被警察打穿頭是有的 但是 生命受到威脅的 不是 大眾市民 而是一群 勇於 拋頭殼血的一群年青人 他們覺得我們很安全 賣樓繼續升 當時發展商推盤 很進取的 三萬多元呎 四萬多元呎 Monk Nicholson 也是在當時創出超過10萬元呎的紀錄 黑暴在當時的日子 有錢人繼續花錢 豪宅繼續創新高 恆生指數還逼近30,000點 這個就是黑暴 是不是 黑暴啊 然後 我們看到 之後跌過了 跌過了22,000多 22,000 最低位的時候 3月份的時候 因為當時爆發 肺炎 全世界就爆出事了 然後封城 然後 2月份的時候我們在塞浦路斯 我們去了一個月塞浦路斯 跟著土耳其 回來的時候 3月份大塌市 跌了幾千點下來 跌了差不多高低位差不多7000點 就是因為肺炎 之後 因為肺炎有所回復的反彈 但是大家想一下 原來 黑暴的日子 對於香港來說是很美好的 外資不會撤出 為什麼外資不會撤出 因為香港天天暴動 人們都對香港充滿信心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 他們是要爭取的是民主 他們不是要推翻政府 建立一個暴政 他們更加不是打家劫舍的 一群山賊土匪 他們不是好像共產黨的 當然 他們宣傳沒有當年共產黨那麼厲害 所以 整場仗是被人逐個擊破 是輸了 也因為沒有組織而輸了 這個說不回頭了 大家都沒有經驗 我們也誤會當時 香港人個個都是 不分理我 所以我們 也傾家蕩產支持這場革命 最終當然 得回來的 當然是大量的損失 這個沒得說的 當時我們是 真心相信 香港有美好的一天 好了 那麼現在 香港搞得怎麼樣 樓價倒下 股票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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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 現在 外面的藍絲 尤其是 是做小生意的批 打工仔 他們覺得 開始要懷念黑暴 因為原來黑暴在 存在的時候 雖然市面上好像很亂 但是 經濟很好的 到處買東西 都是要排隊的 尤其是吃飯 晚上 出來消費的 還有人出去放題 打火鍋 吃自助餐 我們去當時 當時革命 我們現在是革命 政府叫做黑暴 我們處於革命當中 我們也不去吃自助餐 因為我們覺得 每天都是要 時刻要看著市況 我們也不敢 不敢去消費 基本上也沒有心情 但是 外面那個 那個民生 仍然是很暢旺的 餐廳繼續做生意 每個人都排隊 零售也沒有什麼受影響 各個階層 幾乎也沒有什麼 結果 國安法通過了之後 行穩至遠 慢慢地 陰陰陰陰的國安法 最高的 通過了之後 一道刺激了上去 以一年的二月份最高位 去到31,183點 這個 當然是受惠了當時 全世界都收縮 中國 開放那段時間 生意物都給中國做 全世界都封城 全部都封城 衝上去31,183點高位 然後 輾轉回落 國安法的威力開始爆發 開始出來了 當然 不是純粹是國安法的 封城 尤其是上海的封城 是使得中國 徹底崩潰 現在人們懷念黑暴 也不能懷念 會不會回去呢 因為你們支持政府 的行為 而現在是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這個代價 其實 沒有得翻轉頭 Johnny昨天 我們也 坐下開會 現在香港 是真真正正的變成一艘鐵達利號 當然 香港只是一部鐵達利號的部分 中國才是 鐵達利號的主體船身 如果你是一艘救生艇 如果香港是一艘救生艇 你脫離鐵達利號 你就有機會逃出生天 可惜現在香港 是跟這首鐵達利號緊密的綁著一氣 那麼 這首鐵達利號 大家想想想會不會反彈呢 鐵達利號也有反彈一天的 看看甚麼時候 可以挖上來 不過時間可能是百多年 是不是 好了 這次時間 我們先講到這裡 接下來會跟Johnny做一節聯合廣播 講述 中國這首鐵達利號 怎樣 是沉落海底的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開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多些廣告 港共政權的打壓 就開始 滯後了 為甚麼呢 開始停滯了 因為 之前 Patreon各方面跌得很多 現在開始有止跌回升的跡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在海外朋友 你們不受威脅 基本上你們就要幫幫忙 訂多一點 香港朋友也不用怕 你們沒理由怕湯家驊的嘛 他們夠說你也相信 當然啦 你也可以用VPN 裝了我們提供的VPN 讓你更加安全 更加隱蔽 開個新Email account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的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人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 保護 不管你是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